Hello 各位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5月27日星期一 今天没有什么准备 因为晚一点出去 所以我就拍了一条影片 讲讲这两个剧剧走势 接下来会怎么看呢 今天有什么特别大新闻 其实大新闻都没有了 今早大约说回我们 尝试内访的四条 四条措施 传出来国内的楼 又开始炒气 有些钱我们切辣那个状态 但是 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当然是好的 不是太差的 对内银有帮助 对内房是无痛恙的 其实不是很关键的 而对实体经济会不会有帮助呢 有的 打到一些底 但一个看法就是这样 往后再等会发展下去再看 会不会有刺激大的楼市 今早说得都很清楚 这件事就很难了 但是就会正常化 什么叫正常化 原本你买100元 其实买100元是不正常的 去到70元才是正常的 现在 是否可以在70元呢 不是 现在已经跌到40元了 会正常化是什么呢 会在四五六 这些位置就顺行 会有些似 过往 之前出了这个国家 出了救市措施 出了救市措施 之后 这些位置就说转势 现在你看回是转势 然后就 我说 未来会有一个 史上最长的横行区 可能都是偏向横行 但是 可能又不会太长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样 首先到六月 中六月尾 我们要注意一下市况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未来七月 就开三中全会 没理由在三中全会之前 就对得很劲 但是 过了六月 半年结 那个托市的力度 怎么也会少一点 所以这里就 有些不可预期 总之六月中 你就自己要小心 哪一天 说不定的 大约的框架 就会这样 然后 可能去到七月 或者开了三中全会 前后 然后就 开始调整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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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证我不熟 我不知道它 到底跌到多深 可能它去到二九 还是 三千点保卫战 上下 然后 它又回调 再反弹 反弹之后 再做一只脚 也不奇怪 这只不就是 纯粹股 等一下我们来说说股 而 另外 今天还出了什么事呢 就是 恒大汽车 恒大汽车 就出售 出了 这个 本钱 在说 升了一千元 我记得那本钱一千元 真的少了出来 一千元 这只股曾经很厉害 爆了上去 708 但是 最终 每几千买 或者最终 会怎样呢 就不知道 我没有买到708 那我们就核心在这隔 666 666 就是 我回本的 已经在赚钱了 它已经在说 跌到四毫多指 然后 上到现在 最高纯粹是一元的升一倍 但是 这个不是它的上限 应该是下正 应该不是它的上限 当然 仍然是很害怕内放 仍然是很害怕这些东西 当然 大家就不敢去买 但是 有时候 你分析一下状态 它生意人物太差 又完全脱离了 恒大都死了 你还想在它身上 我们两年前都已经说 你还想在恒大物业身上 它可能是很低的 就是年多前 已经说是很难的 其实它慢慢就在静身 那 值不值得买入呢 我都认为 那样东西 它是 cash cow 那 生意要扩大 就很难的 但是 它现值 又不应该是这么便宜 因为它一直生钱 一直生钱 那钱会比它的市值 因为它轻资产 什么鬼都没有 只有几条毛利 然后之后 什么鬼都AI 没有了 对于它来说 最值钱就是合约 这些合约只要签得长 够好住 那 你是会说 有些人不交管 那些日子过了 你都要继续生活 不可能长期的事 然后 好了 到这样的时候 那些钱一路回一路回 年年这样回 它很多钱 它这么便宜 然后它又很多钱的时候 整件事 你不可以预期 它再跌得很多 那当然 如果我们是说 今天看明天 明天看后天 看大后天 那你这样看着 心里当然会 来一来 没办法 但是你会长远看看 这个行业 似乎 不至于去到这样的地步 所以你敢不敢入 就可以考虑 而 慶行日 6098 就离开了 我们这个 恒子魔咒 那它自身 就安心些 而且它也都 咳掉了牛熊症 不太多 就去回正常的环境 其实这些 正正地 你以后 它会离开了你的视线 正正地这样升 这些股 你留意着 所以这个 我觉得是不能够撇开 我想起码 一个多人钱的 6666 都会有 然后我们还在期待 一件什么事呢 就是期待 它出售 期待它完全是 恒大手头上的 那批股份 最后会用来还债 还是怎样呢 这是在等待的一件事 所以这个是 值得保持住 你可以 譬如买 哪次你买100元 你长期保持住 七成 我现在都等到低位 又再来过 等到低位 再来过 再买过 然后你手头上 可能有三成 你就拿来 出出入入 炒一下 短炒一下 它会是这样的 看法就是这样 这一只 另外还有什么 发生 今晚又没有美股 还有上个星期 讲一下市 今天不是太多话题 主要是讲一下市 前面的预期 现在的走势是怎样 前面我这里讲 108元应该有一个支持位 应该在108元就弹上去 其实你说 叫不叫做在108元那里弹上去 其实在108元 是已经开始有一个支持 但不是啊 老友 跌多棍 那这棍跌来是什么呢 其实我当时也不是太反应到 因为 大家知道 520 这个赖清单就继续 就是说了一些 语气比较重的东西 在某个角度去看的时候 刺激到 我们 出尽全力去告诉你 我们有能力 包围你的小岛 弯弯 我会包围你 我爱你 就包围你了 所以在5月23日 就举行环岛军宴 7点45分 就是说了一件事 然后这件事 这件事 做了两天 做了两天 就是这一天 这一天 这两天 其实这一天 出来 市场给我的感觉 没有什么反应 反应 反应是在第二天 你说他故意也好 不故意也好 如果你问我 你见他今早这样跌 跌了一口 下来 我就觉得他故意 这一天是故意的 做完今天而已 我觉得他是这样 这样的 这么低利平的 那 记得我们经常说 这些 几种走势 这些走势 就像是转态 这些走势就不像 这些走势 这些小小的 去到这一天 就很明显 有点转向 叫大家留意 喂 这样上 不是的 然后他才扯上去 通常很少 扯高下来 就很少的 有 这几年比较少 以前多些 以前往事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扯高 下来穿不到 就这样去 这些东西 我又写库图 写文的时候 这些东西 是整天都变的 那个pattern 会整天都变的 假如他变成这样 但是他会维持一个时间 现在他就这样走 这样走上去 那 好了 其实这一天 应该有点支持 但是没办法 出了坏消息 大家就担心 喂 但是会不会 开火呢 如果是 有听过 我们《早晨明灯》去说 这些时政问题的估计 应该都明白 我都已经说了好几次 其实 这个态势 就不是像你这样想 它 是越来越差 它现在 看上去越来越差 其实 它的行为 就不是越来越差 就记得 早前 好像伊朗和以色列那件事 那样 以色列搞了一件事 炸人家的大使馆 隔壁东西 然后 伊朗就 覆卓 覆卓 覆卓完之后 纳特尼亚湖又说 不行 都是要覆卓 我都要还拖 然后突然之间 不知道他射射射的东西 不知道射到哪里 啪啪啪啪 啪啪 突然没有了 很紧张 但是没有了 但是你看到 其实是不紧张的 大家不怕 不是那么怕 故事当然会避险 但是实际 那个紧张的态势 你只能在石油那里反映到 你就知道 不是这回事 那 其实看这个 都是 其实一直以来 整个发展 大家都已经不是太紧张 各国的关系 我这里就不多说政治 但是我已经有解释过给大家 在早上另一段 我讲一讲 其实不是这么看的 你不需要这么想 什么说减关税 你想想一个问题 加关税 加汽车的关税 大家就在美国加汽车关税 但是你想想 其实 为什么在美国那里加 不在欧洲那里强力加呢 明白吗 道理就是这样 但是他也要加 这种就是他内里的思维 多不少 有些 有些 阴谋论 这些阴谋论 往往 阴谋不得了 到最后 你会看到 又真的这样 你要知道 我国的汽车 是没什么去美国的 是吧 但是他又制出了一招 然后我又还了一招 这件事就是这样 明白吗 实质带来的伤害 又没有我们想得那么严重 而你又觉得他是在做事 明白吗 这个才是结果 大家希望见到结果 就算作为平民 当然是什么事都没有 最好 但是作为平民 当然是希望他没有什么事 经济的角度来看 民生的角度来看 希望是这样 如果你有其他角度 那当然 那就是另外一种想法 到了这里 也没办法 坐下来 叫做二十天线 承住了 也有个反弹 今早就 扔下来 然后又再慢慢 批复翻 那其实就 今早早也都说了 祖石明灯就说 喂 其实今天的市场 就完全看A股 完全跟A股去走 A股的样子 就是这样 你跌它 跟着跌 跟着上下 跟着上下 也都见到 有部分股份 有些平仓本出来 但是就 我觉得不够强 平仓本 就是那个力 也不够强 那今天我预期 要升三百点 预期要升三百点 回上去 其实星期五 那早上briefing 那时候也说 预期 不是星期五反弹 就是星期一反弹 事大一天反弹 星期五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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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有升得那么多 星期一反弹 就会再升得更多 然后我们预期 可能会出现 这样的情况 就是出现一个N字的走势 有可能像这样 升了上去 跌下来 接着它再升上去 就是一个N字 我本身预期 是两天里面发生的 就是说 我可能都未完 可能它升了上去 之后才再升 就是有一个回报 也不奇怪 那今晚就没有美股 所以都没有什么可以观察 看看明天的环境如何 再上去呢 如果它再上去呢 今天希望可以在一百八之上 停在这儿 现在还有几十分钟 二十多三十分钟 希望可以做到 如果明天 假设明天也是好 我不知道 我只是做两个推演 跌下来 跌下来 它不穿这个开市位 收市的时候不穿这个开市位 它继续强 然后收到星星 明天再上去 明天再上去 如果它不是 明天就来 明天就来 它就升穿五天使 五天使 大概在这个位置 189 可能性也很高 升穿企岛 这种走势 我想说 它可能会出现一个 你猜不到的一个声势 你相信 升到你不相信 升到你不相信 有机会 会突破这个位置 可能性是很高的 然后你会看到什么 看到这里的背驰 现在这个是八三 可能它就在七十多 第一个抢 到七十多 当然要看牛洪症 这个牛洪症也是影响它走势 一个重要的地步 看看熊制加不加 今天牛制加得多 肯定是 但是你今天被它逃避到 那些人走 然后明天做一个落落 押回那些熊出来 应该升得破号 希望可以这样 那后期的走势 会怎样呢 即将来 会怎样想呢 我一直说 就是看到它六月中 或者估计六月中 就要小心了 要吃这些东西了 会不会它熬到 最后一天呢 即是熬到七月呢 那你踢得越高 就沽得越急 如果你这样升 我估计 未来的跌法 是会几急的 所以你去到六月中 开始做一些 一边看着 一两个星期 其实有时候 我以前没有看得那么密 要么就是炒牛洪症 日识在那儿做T 就算了 很少买着一只过股 一直看着每天是怎样 即是很少 但是自从上了船 就要做些什么 就是经常都会看着 经常都会看着 经常都会看着 我开始很明白 其实心情是很紧张的 即是很紧张 会连带着 究竟行不行 好像很长 四五日 也不升 又怎样 即是 即是 直的心态 所以我也很明白 就算你升了上去 接着你都是 矮咬的 都是害怕的 那我想说 如果它升了上去 即是真的去到 我们说的 九五二万零五 二万二万零五 那你开始做减的 时候 你一路减 然后你一路减 你开始 留意着走势 开始量增加 突然之间 几天 升得很厉害 量增加了很多 即是第二次量多了 你减货 同时间 开始看它转向出音头 就 做一些淡仓 开始補一些淡仓 少少地做 你不要太多 这个不是最好的一个信号 即是少 假设它错了 它再上也可能 这儿就不会输得太多钱 如果它不是 它下了 它下了 下了呢 这儿可能有个支持位 可能这儿呢 那你就 减就行 你不减 不要管它 再反弹 第二个顶 这儿就加多了 穿这只脚 下来 一穿 再加 接着放弹 就加 看了多少呢 我预期这次 一直都有follow up 但始终都不知道 后期 会升得多高 但我们估计 一万六千点 即是现在比较大一点的框架 一万六千点到 正负一千点 大约这样的范围 然后到时 就是出了数字 出了些东西 我们再看 再划分 究竟在哪个位置 会作结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是豪倉 在这些位置 分布 吃光 慢慢分批 吃光 然后做淡 淡一点下来 淡是淡多少 五分一 下来 去到万七川 开始吃光 开始减 开始减 减之后 今天就在谈谈一个问题 如何进回仓 如何进回仓 如何进回仕 接下来的走势 我估计是这样的 升上去 下来 在这些位置 反弹再下 记得 我觉得这个是会这样下的 未完 看到第一次反弹 是未完 但你可以吃淡仓 反弹到一个顶 差不多了 那你就做回仗 这样下去 下来 下来 我就觉得过了 一万六七千点 我相信过了一万七千点 可能性都挺大 看现在这样的升 如果它下来 一万六千头 一万六千九 一万六千八 一万六千尾 那时候 可以开始用一个 大增息的加仓方法 你用第一柱 譬如你分二十柱 譬如你买一百元 我分二十柱 每次五元一柱 你第一次买 就买五元 然后买两元 三元 四元 四柱 这样去买 五元 十元 十元 十五元 二十元 你越买越低 那个比分就越来越多 是吧 哪怕它变成一点反转 接着你把值低的 再在反转的时候 再加回去 就 我们说今次是尽量敷仓 到时是敷仓 那什么时候会到呢 不知道 我认为在Q4 特别是我们要预 现在两个险都未完 真的减息的时候 的险未到 第二个就是说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说 大选 大选前后 我就 都 都未知道 会怎样的 当时我们也分析过 所以这里还有两个险 那就是这两个险 希望可以是 让它去到尽量 去到尽量 去到尽量 在那里就买回来 希望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策略 那我们先离定了策略 然后到时就再看 之后怎么行 那买些什么呢 我觉得 补充一下 今天比较强 今天是破脚穿头 都破脚穿头 破脚穿头 收市未至 收市就可能要等一会 所以今天是强的 今天是强的 一个势 那说回买些什么呢 我今天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那是不是买收息股呢 当时我现在在想这个状态 我们以往 几十年前 十年前 八年前 我们等到低位买收息股 或者然后向下买 很多种方式都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呢 就是在想这个问题 收息股 以前我们 买的那个年代 因为经济 比较蓬勃 比较稳定 我们看到 每个人都来投资中国 每个人都来做东西 每个人都来买 那些东西 那些生意 每一个行业 都有一定的增长 有一定的稳定 但是你看到 在这几年 因为收息股 每个人都要同一个行业 就是我们都说 你选择收息股 一定有办法去选择行业 行业龙头 这些东西 不是说牌食 才说行业 究竟稳不稳定 现在你看到 每一样东西都不是十分稳定 不是十分稳定 然后大家都好像 那些收息股 在息口的改变之下 就好像 在炒科技股 那样 就很波动 它就没有一个 比较明显的升幅 不是明显 比较长远的升幅 或者长远的跌幅 就少些 跌幅是有的 升幅是比较少的 但是你说 现在是否一个适合去买 这一刻 当然就不是太适合的 但后面都可以买 但是我觉得 是不是可以换一个角度 就是后面 接着跌到下面 我们的做法就是 收息的部分 不如不要管它 不要买 都要买 不买 都要收息的 但是我们就不管它 就不要自己去做 要不就买一些基金 那就买一些基金去做 你喜欢买Mutual Fund 都没所谓 Mutual Fund 每个月都有息派一些给你 当然你要给收束费别人 第二样东西 就是买ETF 可以买一些高息的ETF 譬如3070这些 但是3070要注意 就是成交物太多 你就知道收息 你不会买10万 8万的收息 你一分钟买100万 200万 你买来收息的时候 你要小心 你走的时候 你就要有 成交有没有空险 有没有人接货 这个就是一个考虑的问题 所以 这个 是不是 将来可以这样做 我觉得也没有很厚非 然后剩下的一部分资金 大部分的资金 你就可以去买一些增长类型 即是直接 受惠于 未来 调整完了 就是我们说之后调整完了 未来的牛市 那段老 一段长一点的增长的行业 买几个股份 甚至乎 你不怕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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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7200 7226 买 买 坐到尾 这个是一个考虑 那现在是 准备去考虑这些东西 然后再提一提 如果这次反弹 真的反弹到 不是说它再肥下去 永远都没有人知道 一定是 正是我是这样想的 它应该会上的 如果它再肥下去 这个自己也要小心 如果你说 不是了 它继续上了 假设是这样 你就要小心 未来的NPF 我们之前 19,000点左右做 那些位置 你都可以 开始放掉 换一换 换一些保本的东西 下方下去之后 再看看 究竟我买美股 还是买港股 美股当然是好一点 但有些人会觉得 我不炒美股 我不熟 我跟不到美股的节奏 因为美股跌了 现在说的跌 都可以是七百点八百点 一千点 以往就没有 以往就是股灾级 才是这样的 所以它觉得 不是了 我还是买港股 亦都可以 不过你最重要是看时机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好了 今天就长期一点 就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 subscribe 我们的channel 按钟仔选全部 还有share 我们的视频 记得给个like 我们 如果觉得也不错 就记得支持一下我们 多谢大家 再见 拜拜